今天如果要观察 期货选择权种种的讯号 也有种这种拿捏不到的感觉 月红来请上来 因为他要解大盘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要么你就领涨的正价差 不么就拖累行情的逆价差 没想到今天来到了平价差 所以评价差会不会是一个 多空决胜负的关键呢 问您了 再来第二个金额 为什么我要讲多空决胜负 空翻多 有没有机会呢 因为今天期限选择总起来 金额是翻多的 可是看借券又觉得怪怪的 现在的借券金额你看如此之多 把他股票借出来 卖出的金额也攀高到80亿元以上了 这又是不好 就不用怀疑了 你看夜盘 夜盘竟然使而跌黑红黑红 拿捏不到麻烦您了 好没有错 其实从这几个讯号里面开始看 我们先从平价差开始 确实是一个多空在这边 即将要开始对决的一个状况 对而且大家看 逆价差 正价差 又逆价差又平价 今天其实盘中有一点点正价差 我们发现正价差 都是干嘛 拉台积电 对所以很明显的 在明天台积电 大家市场是认为是一个比较偏向利多 来去做解读 所以平价差 有可能明后天多空决胜负就对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礼拜四或礼拜五 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势出来 好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外资在今天的 在现货的部分其实转为做多了 但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台积电跟金融股 我们前面提到金融股的股期 各股现货 然后再加上台积电的部分 其实就造成他今天现货 但大家其实注意 其实期货跟选择权 他的空单并没有减少 慢慢这样 算加的幅度并不大 所以您的眼下之意是 现货的做多 多数买了九十几亿都在买2330台积电 所以有一点点失真 反而都注意一下 外资避险在期货跟选择权 空方压力 不会让行情走不太动 对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他的期货的空单 应该是最近的新高吧 你来看一下 两万八千多口 对对对 是啊 最近的新高 所以在这个位阶 事实上他们的避险心态是非常强的 所以避险心态有加温 没错 是这样 那夜盘呢 夜盘部分 一样是在平盘附近去做一个震盪整理 那其实美国的夜盘 最近如果大家晚上有稍微看的话 也都是很刺激 有直上直下 就直接上去一百多点 又往下拉一百多 所以是因为鲍尔的谈话 鲍尔的谈话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纳斯达克的波动 也非常大 因为跌升反弹 反弹之后上面又有人要卖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下 我认为其实在这个附近 其实是比较难操作 如果我们后续 要能够止跌回污的话 第一个我认为这个的下影线 这边非常关键 月线这边就不能再破了 那当然上面这一块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区 要特别留意提醒大家 萬八赵月红的说法 萬八呢 应该要形成了强劲支撑 但也不要太开心 因为一八五零零之上 又会有比较明显的调节卖压 没错 所以先从萬八到一八五零零 相形释支 没错 好那您的大盘呢 好我们先看 撑盘其实上 就是只有靠金融跟台积 那我们知道以往靠金融撑盘的时候 后续的表现可能都不是很好 历史的经验是这样子 第二个部分 今天腾落指标跟跪买 其实都是比较弱势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大盘要往上攻 最大的一个败笔 这边到目前为止 我们上礼拜来的时候 大概在这附近 你现在在这里 所以他并没有改善 好那你下次再来 不就季线破掉 这不一定 他说不定惯性会改变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的惯性还在 我有个办法 就再三个礼拜不要 不会不会 好那继续 如果他基线这边可以守住的话 那其实大盘是有机会 再往萬八 这个前高一万八千五百点以上 去做挑战 那我们再来第三个 我们看今天教大家MACD 大盘的MACD其实并不好 有正翻覆 是在负值的这个区间 所以我们先看 如果要转墙要怎么样 贵买必须要站回到五日线 五日线是什么 刚好就是今天反弹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这边至少要能够站上去 才代表止跌回稳 台股在上方买 看个K 贵买要站回周线 周线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儿 五天的平均成本线 刚刚帮你写了 二二六 所以呢 如果他能够在这边附近 或是在季线这边打稳站上去的话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小的底型出来 那这样子对大盘 重新往上去挑战 像贵买挑战五日 在上面这个十日跟月均线 大盘往上挑战一万八千五百点以上才有机会 所以大盘要在创历史新高 再往上挺进 贵买条件一 站回周线 然后季线 绝对不能破 好 再来条件二 这个 第二部分就是台积的法说 如果偏多的时候 其实大家并不要太开心 因为你会发现这几天 其实都涨台积 代表什么件事 已经领先有人进去里面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利多 市场未必会再追高 就算真的有追高 是不是只有涨台积 其他的又不涨 等一下 那所以2330的开情来一下 我们正常期待台积电 明天的法师会会有法说行情 但玉衡竟然讲 台积电法说永远有人比你早知道 所以你卡位我卡位 法人报告先卡位 卡位之后 就算明天法说有利多 将会是利多出境 有可能会变成像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像这种 大家都知道的利多的时候 你们在操作起来 要特别小心 那怎么看台积电的小心 不要看他开高 就直接上去追 就要特别小心 当他离五日均线背离很多的时候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对 周线在这 正乖离太大 不追 那台积电你不看好他吗 未来 当然长期来看是看好的 但是他短线上 他会不会有一些高低差 这样就做一个上下的洗刷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 这个红K的这个位置 拉上来 大概从这个红K的到这个 这个跳过缺口 下缘644提醒您 大量区的下缘644这个点 所以如果他能够守住 现在是在上面 守住就算利多出近 644没有破 还是好的 太好了 知道了 台积电再来 第三个我们观察整个大盘 在18400点附近的起跌区 就是帮大家框起来蓝色的这一块 假设如果这两天是开高的话 大家特别留意这边的起跌区 卖压有没有减轻 第一个贵买是不是转强了 那大盘卖压有减轻 能不能够重新正式的把它占回去 那如果往下的话 刚才瑞涵这边有提到 一万八千点附近 却发现有月线 有两个颈线的高档 这边是比较容易有支撑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大盘真的不要只是 光靠个权王跟金融股 要扎实的 大家都能够往上 上涨的加速也要多 然后18400要占回去 占回去 那请问 现在如果占回去的量 您觉得要搭配多少 我觉得大概至少要到三千五百亿以上 三千五 为什么要三千五 因为我们看一下大盘的量 最近我们可以发现 大概都是落在三千多左右 对对对 那如果有明显的占回去 或甚至要去挑战高点 我觉得滚量是必须的 滚量一定要 因为如果没有量的话 可能就只是反弹 三千五 没错 最近因为要过年了 你看今天才两千八百七十八亿的量 因此照您这么说 大盘是要观察那些现象 不然现在多空 没拿你准的 对 还是在一个拉锯的一个情形 好 感谢月航 对方谢谢您了 请回座 我们开始会整一下 月航今天所带来的重点了 因为资金轮动速度太快 所以有些的标的 现在有点准弱了 尤其是在电子 因此量大的个股期货提醒您 来个白板 月航说 看月线 看MACD 搭配着看 缺一不可 如果要偏多的话 很简单 你的股价要在月线之上 而且你的月线要是往上走的条件二 当然MACD 你的正值柱状体 要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三条件 另外一个如果是空的话 很简单 刚刚好全部都相反 你的股价是在月线下 在这个地方 你的月线是下弯的 第二条件 然后MACD指标 刚刚好是在负值 长大的当中三条件 黑色是叉叉 多的是红色的 因此红的一些个股期货 轻调不多 大概就拿小环球 小环球金 个股期货来解读 小环球金 刚刚月红也教大家了 一口是乘上100 如果是大的话 一口是乘2000 对这个是乘100元 那跟小环球金一样的 偏多的包括了 润态金 国态金 开发金 星光金 富邦金 个股期货 空的部分 它挑了两档 就是要保护大家 请小心了 长绒航空 红达店 其他的长绒旗 还有清豪科 景硕 华兴科 华邦店 各股期货 分吻合了股价在月线下 月线是下弯的 MACD呢 负值柱状体是在长大的 全部打叉叉 就像大盘现在拥货 就像大盘现在担心的是平价差 所以这条的月线 万八的关卡 如果万八的关卡能够游手 还比较安心一些 不然会比较偏弱 那么大盘盯着三大讯号 第一 贵买 因为贵买走的比集中来的弱太多 如果贵买这条的季线不守的话 大盘集中会打叉叉 如果季线游手 这条的周线贵买可以站上去 那么台股的万八振网还会在网上做挺进 我说的是它 来看一下集中 第二个讯号 是看到刚刚文字当中的 这个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K2330 台积电明天就法事会了 好开心 法事会行情吗 刚刚月红有讲 事情永远有人早知道 法人报告早就看过了 所以会不会这些的法事行情 法人已经提早卡位了呢 如果法座真的是利多 请小心会不会有利多出镜的味道呢 如果有清掉 请多留意 大量区的下缘 这边千万不破 如果不破的话 大概是644左右 没有破台积电对大盘 还是个帮衬加分 因为我们就怕利多出镜 再来第三个重点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18400 如果能够震回了这个起跌点 再回去 18400然后伴随着量 补上了三千两百亿 就叫做三个字 很漂亮 大盘加油了 以上结论 月红正确吗 非常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来看一下 因为盘面上类股资金 这个移动 其实有点火快的 因此麻烦属方姐针对 盘面上如果它已经转弱了 请您要保护自己 也就是多方防守架区不复杂的 看多方防守架区 如果能够守住 它会这样 如果它真的灌破了 它就会往下 哪些的标的 但什么叫做多方防守架区 它的定义三个呢 好 再用点 exempel 两个字 在助调 blat 马中众 墩 稳